现年74岁曾红遍亚洲的一代台湾影星珍珍 在2018年爆出与前夫刘家昌爆出争产风波 去年2022年珍珍和儿子刘子谦前往北京处理和前夫刘家昌的官司 一度与外界失联而惹来不少猜测 幸好刘子谦其后报平安 今日刘家昌在内地社交平台撰写签字文 怒红珍珍无情夺产 甚至狠批儿子刘子谦不忠不孝 不知羞耻 自揭家丑 领外界震惊 刘家昌开头自爆惨状 控诉自己身为一个80岁的老人 独自接受手术身心受创 紧接着喊话珍珍 称其征颤官司已败诉 长文中重点多多 2015年刘家昌提出离婚 珍珍列出超过20亿台币的夫妻财产清单 12状房屋 昆山酒店 土地等卖掉换了2.6亿现金 珍珍答应给刘家昌香港海景别墅 必做一户 荷兰伟的龙虎山项目 现金只分给10% 刘家昌坚决不同意 要求夫妻对伴分 因此上诉 珍珍2015年对媒体称 刘家昌阴赌 倾家荡产 二人早在1987年离婚 刘家昌否认 认为这是珍珍策划30年的阴谋 骂他太阴险 两人美国打官司 珍珍出示一张两人1987年的离婚证明 因此 美国法官认同两人离婚成立 但刘家昌称 当时不在场 刘家昌认为多年来珍珍偷睡 私吞公患 侵占别人财产 怒斥39岁儿子整天跟母亲 研究如何告父亲争家产 被母亲交缩改名唤姓 大骂儿子不争不孝 不知理羞耻 两人离婚后 珍珍对外称 心理爱是另一个男人谢贤 这一点 刘家昌至今耿耿于怀 再次破防 30多年婚姻不敌前任谢贤 刘家昌在文墨怒骂珍珍 还要脸吗 对于刘家昌的指控 有台湾传媒向珍珍与刘子谦了解 但是目前尚无回应 而刘家昌助理表示 老师刚开完刀 现在人在南部休息 目前联系不上他 有道士 夫妻本是铜铃鸟 八道天明各自飞 用这句诗来形容刘家昌 和珍珍的这段婚姻 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能让一个80岁的老人 还要把家丑尽情地往外扬呢 原来10月18日的时候 刘家昌生病住院了 动了整整三个多小时 摄护线手术 如此大动干戈 想必刘家昌身体上出了很大问题 然而躺在手术室的他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陪伴 顿觉一种莫名的伤感 刘家昌表示身体上的疼痛 可以用手术切除 但内心的创伤却是无能为力 对于和珍珍的这段婚姻 刘家昌更是用不幸来形容 在这份爆料中 刘家昌居然把珍珍比喻成了恶魔 由此可见 双方的矛盾很大 积怨很深 珍珍为了争夺财产 不惜用用尽各种手段 尤其是聘请了北京大律师 还买通了媒体 刊登了昧着良心的谎言 而令刘家昌更为愤愤不平的是 她和珍珍所生的儿子刘子谦后 盖明张力恒 居然跟着珍珍一起来对付自己的父亲 39岁的张力恒一无所成 是一个无业游民 整日想着怎样对付自己的父亲 夺得更多的财产 所以对于这个儿子 刘家昌早已心如死灰 毫无父子之情 珍珍带着儿子啥事没干 就是不断地换律师 跟刘家昌打官司 目的只有一个 想从刘家昌身上分得更多财产 珍珍的胃口很大 自己写了一份财产分配表的明细 发给刘家昌 希望对方能够同意 单子上有12状房屋 以及卖掉昆山的酒店的钱 总之房产家现金 远超20亿台币 应对母子俩的贪得无厌 刘家昌自然不会同意 故而双方为了财产分配问题 官司一直打到了现在 刘家昌透露自己这一生 赚给珍珍母子的 应该够他们用一辈子了 没想到为了打官司 珍珍居然卖掉了几段房子 去孝敬几个大律师 没挣过钱的人不会心痛 可是自己的心在弃血 而在长文结尾处 刘家昌突然画风一转 居然大爆珍珍 在感情方面的问题 她怒怼道 珍珍心里爱的是 另一个男人叫谢贤 如此一来 就更让网友们沸腾了 这是啥情况 众所周知 珍珍曾经是谢贤深爱的女人 两人也曾走进过婚姻的殿堂 但是好景不长 结婚两年后便离婚了 离婚的原因自然是 谢贤生性风流 见一个爱一个的性格 自然让人忍受不了 所以两人分道扬镳 自然在情理之中 而当时珍珍和谢贤离婚后 也很快就找到了下一家 和刘家昌结缘后 双方便在美国纽约结婚了 本以为珍珍找到真爱了 可一直到了2015年 珍珍却自曝 二十多年前就和刘家昌离婚了 看来珍珍和刘家昌之间 早已没了爱 双方唯一的牵挂 居然只有财产 不过目前也只是 刘家昌方面的一面之词 究竟内情如何 怎会有当事人最为清楚 如今刘家昌把这家丑 给抖了出来 不知珍珍是否会对此做出回应 刘家昌表示 她写下这篇签字长文 是为了说尽心中的委屈与愤恨 她希望通过公开家产争夺内幕 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家庭的矛盾和纷争 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据悉刘家昌和珍珍曾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但近年来却因为家产分配问题而闹翻 此前有传言称 刘家昌将大部分家产留给了儿子 但儿子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承 而珍珍则被视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因此被卷入了这场家产争夺战中 对于这起家务事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惋惜和同情 有人认为刘家昌的指责有些过分 但也有人认为珍珍和儿子确实做得不够好 无论如何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 让老人安详满年 刘家昌和前妻珍珍的恩怨情仇 可以说是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 两人曾经是音乐界的情童玉女 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而分道扬镳 离婚后 两人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战 甚至牵扯到了他们的儿子 这样的家庭悲剧 不仅伤害了当事人 亦让观众感到惋惜和遗憾 希望刘家昌能够早日恢复 珍珍母子能够放下仇恨 两方能够和平解决问题 重拾和谐与尊严 最后我们也看到了 法律对于解决家庭矛盾的重要性 在这个例子中 刘家昌通过法律手段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法律是保护每个人权利的基石 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法律 在解决家庭矛盾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这个故事 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 家庭关系中的复杂性 和人性的复杂性 它提醒我们 要珍惜家庭 珍惜亲情 珍惜爱情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法律在解决家庭矛盾中的重要作用 希望这个故事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家庭 爱情和人性的真谛 我们更好地理解家庭矛盾中的主意 我们更好地理解家庭矛盾中的主意 我们更好地理解家庭矛盾中的主意